大家好,我是陪你和孩子一起听故事的Cindy 嗨大家,请问一下你们家小孩会挑食吗? 那如果他挑食的话,你们会怎么处理呢? 今天我想要分享一本食欲的绘本,叫做什么都不爱吃的皮皮 那在分享之前,麻烦大家帮我咚咚削指头,按赞订阅还有分享 希望可以让更多人听到好听的故事,也可以知道好玩的游戏 好,谢谢大家! 那今天要分享这本书,它是皮皮,主角出现了 皮皮非常非常挑食,他就说 我不要吃绿色的东西,我也不爱吃紫色的东西 不管爸妈准备什么样的食物,他都不爱吃 他说我也不要吃生的,我也不爱吃熟的,加了酱的我也不要 我通通都不要 好啦,那小孩什么都不吃之下呢,是不是就会营养不良 他就会越来越小,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他就缩小了 缩小到好迷你喔,这么小一只 爸妈也非常的担心 有一天呢,皮皮在那边跑来跑去在玩的时候 他们家的猫咪以为皮皮是只老鼠 就啊,把它吃下去了 猫咪把它吃下去喔,那该怎么办 妈妈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简直吓一大跳 然后哭了出来,抱着爸爸痛哭 我们家的皮皮,该怎么办呢 好,结果会怎么办呢 这个肉先保密啦 让有兴趣的你们呢,可以去图书馆借书 回来跟孩子一起分享,一起讨论 好,那接着呢,我就想分享根据这本绘本呢 可以延伸出来的两个小游戏 一个呢,是可以帮助孩子提升专注力 那因为里面提到食物啊 那我们在家呢,可以运用到过期的食物 比如说过期的红豆,过期的绿豆 过期的意大利面,把它混在一起 然后先跟小孩们搬家家酒搅拌一下 搅拌完之后,哎呀,哥哥呢,想喝绿豆汤 妹妹想喝红豆汤,妈妈想吃意大利面 那你可以帮我分开吗? 那就让小朋友帮他分开 但是这个过程啊,需要比较久的耐心 如果孩子比较没有耐心呢 那我们有个简化版 简单版呢,你可以在白纸上画一碗 一个大的碗,然后上面画很多绿色的颜色 或是贴绿色贴纸 那再让孩子把绿豆黏在绿色点点上面 那红豆呢,就黏在红色点点上面 那当孩子黏完的时候,一大碗的绿豆汤 一大碗的红豆汤跟一大利面就完成了 对,那这样孩子会觉得,哇,很有成就感 他完成了一碗绿豆汤 那在过程中呢,孩子其实就可以增加他的小肌肉啊 还有增加他的专注力 因为当他去分的时候,他的手眼要协调 才有办法做到分类 好,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游戏呢 是要可以增进孩子逻辑思考能力的 因为前面讲到分类嘛 那我们就可以讲到水果要怎么分类 那大家都知道,水果就大小啦,颜色啊 对,没错,可以用这些分类 但如果在细想的话,水果还可以怎么分类呢 除了大小,颜色,形状之外 我们可以从他吃的方式 比如说他是剥开吃的呢 还是他需要切开来吃 那还有他是,这个水果有没有子 有子的,还是无子的 那还有他的口感如何 吃起来是酸酸的呢,还是甜甜的呢 对,还有他的生长方式 他是生长在树上,还是藤蔓上 还是生长在地上呢 对,你看仔细一想 水果就可以细分成这么多类 那不过啊,一开始通常问孩子 你水果要怎么分类 孩子呢,有的很可爱 会直接说 就我喜欢跟我不喜欢啊 这一类是我喜欢 这一类是我不喜欢的 很好,这样也是一种分类方式 但是父母可以再引导更多 让他去孩子思考 哦,原来分类方式还有这样子的方法 对,好,那今天呢 就简单分享一本绘本 有两个实用的小游戏分享给大家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